白化佛法 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其实呢我们呢 讲佛法 讲佛法 道佛法 实际上讲来讲去 就是一个以心 用自己的心来改变 大家都知道 金刚经讲的是心 心经讲的是心 胡量寿经 妙法莲华经 还有地藏经 讲的都是一个心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能够 每一天都能够放下 做个善人 怎么样能够知道 佛与人生 要懂得凡事皆有因果 因为佛法在世间 我们过去说 佛法在世间 就是要懂得 不离世间觉 不离世间觉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要把这个 学佛啊 落实到 我们真正生命的实处 实处 学佛人呢 实际上呢 就是要 发现了自己啊 哎呀 在人间啊 贪嗔痴慢疑啊 贪嗔痴慢疑 所以 昨天看了一个 消息 说一个 太太 开了一个车 跟先生吵架 吵架之后 太太气哄哄呢 就上了汽车了 那么先生呢 跟太太呢 因为太太上汽车之前 讲了几句狠话 很 比较难听吧 这先生呢 就很执着地 跑着去拦住他 拦住他的车头 就跟他说 你讲清楚 你下来 还拿这个手啊 敲击他的车 然后呢 讲了几句言 比较难听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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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呢 一生气啊 一踩油门啊 把他先生 撞出去啊 人整个撞在墙上 啊 啊 这个脑子都 全部撞碎了 啊 这个 当场死亡了啦 哭啊 然后 他就知道 发生了什么了 把 这个警察把那个太太带走了 所以在 心理学上来讲 啊 台长用心理学帮他分析 人的这个急躁的情绪啊 不能控制的情绪 一般在 这个 十秒钟左右 十秒钟左右 这十秒钟左右 都是在这十秒钟 左右 发生的 就是你要学会克制 这十秒钟 当你火打得不得了 你想 啊 他翻 你想 把他翻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赶紧要 要放下 他赶紧要放下 因为就是在这十秒钟左右 你的心 会像 这个江河的 这个崩腾的江河一样 啊 川流不息 你会啊 这个 自然 而然的 选择了 这个 失去的理性 你就不会清醒 没有觉醒 你会离开 暂时离开 你的善根 所以当你 在佛法当中讲 一旦你离开了 啊 这个贪嗔痴慢疑 你就回归了理性 所以你每次 每天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经常想一想 我今天 贪了没有 我今天称恨了没有 我今天愚痴了没有 我今天有没有傲慢 我今天有没有 浑身都是怀疑别人 啊 所以 当你拥有这些 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呢 你瞬间呢 你会把智慧啊 啊 你的觉醒啊 善根全部抛到脑后 你瞬间呢 就变回了一个 啊 俗人 大俗人 就是我们说 凡夫 俗子啊 啊 而且你 就会藐视他人的平常心 啊 啊 所以一个人学佛啊 如果不能真正的清醒 觉醒 和懂得自己 在人间的一切 都是素式的 善根和姻缘 你就会选择 失意 你就会选择 失去理性 啊 所以 这个 禅宗的六祖 慧能大师曾经 说过 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他是 完全是菩萨典化 啊 完全是一个 觉悟的人 就是个具佛 是一个佛 啊 他说了一句话 叫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 觉 啊 啊 离世 密菩提 啊 恰如 求兔角 就是讲 人怎么样 一个觉 啊 觉就是出事 啊 学佛的人 没有诸恶 力行 众善 啊 所以一个人 要净化心地 那就是要懂得 常常观照 自己的心 不要去妄想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迷茫 不要去颠倒 所以 啊 师父跟大家讲 对不对啊 如果你不离佛法 而行世间法 啊 那 你就 你就不会离开 佛的智慧 你不离 不离开 世间法 你还会证得 佛法 啊 也就是说 你要记住了 你不离佛法 而行世间法 就是说 你如果不离开 佛法 你在人间 做任何事情 啊 你最后 虽然没有离开 世间法 你照样能证得 佛法 这就是我们说 不离佛法 你才会 拥有智慧 啊 不离佛法 你才会拥有智慧 所以修行啊 啊 慢慢地修 修到后来啊 叫修出 啊 修出六道 修出 啊 对这个人间的 啊 整个 有为到无为 啊 有为到无为 所以呢 修行啊 实际上呢 有为呢 就是你比方说 是念佛啦 持咒啦 念经啦 啊 诵经啦 坐禅啦 这些方法啦 实际上到了最后了 却是到了 坐了像没坐一样 一念替万年 很多人杂念不是很多吗 那么你念经的时候就一个念头 我一定要学佛 那么就学咯 念经就是读书啦 读咯 那么用一念就替代了你的一万个念头 用一念 可以吸掉你万年 所以很多人呢 有一个正念一起 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杂念全部吸掉了 我们说吸火一样吸掉了 一念无声啊 一念无声 没有一个念头可以生出的 无念会开了 你如果今天脑子里没有杂念的话 你智慧就开了 那么这个过程应该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就是要 十字以恒 我们每天要修 每天不断的坚持不懈的 坚持修 你就会成功 所以人心每天都在变 要坚信自己 因为我们是佛种 我们心田要多拨 善的种子 那你这个佛性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妙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降服其心啊 就是降服自行啊 因为要懂得贪欲是痛苦的缘分了 就会使我们分辨不出善恶了 所以修行大家要记住 胸怀要宽 包容一切 而且呢自己要清楚 我今天开始学佛了 不可以求到速成的 没有那么快速成的 没有速成的 所以学会善用佛法中的智慧 来改变自己 佛法中的善用佛法中的智慧 来改变自己 佛法中的智慧是什么呢 断脑及菩提啊 对不对啊 你会用 那么烦恼来了 你有菩提的智慧来解决它 如果你不会用 菩提就变成烦恼了 因为烦恼来了 你跟着它一起烦 那么你的菩提种子也变成烦了 那么你在人间就会颠倒成迷 由自己贪念 亲近菩提心的 这个有效的这个途径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我们的白话佛法呢 那就讲到这里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